记者蔡文居台南报道,台南市无党籍市长参选人苏焕智竞选办公室,针对台南时代市长李孟雁于7月6日于脸书上贴出一张表格,称苏焕智县长任内未偿还的债务高达573亿。 苏办今天质疑此一数字完全是扭曲事实不符政府法定债务公开的资讯,并作达赖清德不知感恩,右批李孟雁抹黑,袁晃。 苏焕智竞选办公室表示,我们可以理解李孟雁及主位他的长官赖神袁晃,而不得不扭曲事实真相的苦衷,但正确的资讯以及数据,还是要公开给大家。 已正式听苏办提出三点质疑,第一,故意膨胀234亿元,根据财政部国库署公告的数据,2010年台南县的法定债务为新台币339亿元,而2014年台南市政府回复商周的新闻稿中,也采用了339亿元这个金额,而这一次李孟雁却刻意将债务膨胀到573亿元, 显然将法定债务的数据蓄意灌税了234亿,这是故意扩大苏换日现场任内的债务,非常不诚实。 李孟雁应该说明清楚为什么故意膨胀234亿元,第二,将自偿性基金债务列为法定债务是一种欺骗行为, 据了解,李孟雁代理市长应该是将自偿性债务也列入法定公共债务,但这个做法完全不合法规。 第三,膨胀媚黑苏县长的举债点并怯占苏开发的政绩, 历代市长将苏县长任内自偿性基金的债务当作苏县长的债务, 系将因而增加的土地资产,于开发完成后出售还债当作是赖市长的还债贡献, 显然是恶意抹杀苏县长任内开发工业区,振兴经济,增加民间投资,创造就业机会的贡献, 而且刻意媚黑苏县长拒债很多,并把苏县长开发的资产,切占为赖市长的政绩。 苏办表示,过去赖市长对于前任两位县点市长许天才市长及苏幻志的政绩刻意予以淡化, 可以理解,但赖市长为了夸大其偿债能力, 故意将两位前任者的自偿性基金的负债灌水成为法定债务, 膨涨许市长及苏县长的法定债务, 而将许市长、苏县长开发可以营收的资产,切占为自己还债的政绩, 这种吃钱抹净对于前任重述不知感恩的心态已经够令人失望了。 如今李孟燕为了帮赖清德圆谎, 而继续扭曲事实,才不得不郑重澄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